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支是过年,然后收到朋友一支笔 那就来做一下这样子,因为派克的笔我是很少用的 因为我平常日用笔是非常固定的 所以说新的钢笔即使进来,很多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收藏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盒子,盒子上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太符合现代的审美了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它的逼格还是在的 上面这个磨砂的量子不是特别接近银色这样子一个配色 我觉得它是有点高级的 这个格子纹来讲的话有点那个中古的一个味道 那这样配合起来,能把整个笔的一个品牌形象表达的也非常好 因为派克的那个75还是哪一支的话 我记得那一支笔感是格子纹嘛 我个人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那这支笔是那个叫利亚 那派克我了解的话只有那个大小豆腐嘛 那其他笔说实话我不是特别了解 那笔的话一拿进来就是这样 然后笔的话反正就是有一个干燥剂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可能比产品保护上面来讲不是特别的到位了 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那这是里面的一个说明书 以及这个是啊 产品的保用书这类的 或者产品介绍还是那些 那我们就不去那个多看啊 好 那个盒子我们一样的先放一边 放一边以后这支什么利是叫利亚吧 因为英文拼音应该是直接读印 还是反正派克的笔吧 典型的来讲讲的话 它笔甲上面来讲就都是有一个箭头笔甲 但是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那种攻击性很强的一个标志 所以说派克的笔一直没有让我的阻力原因也在这里 那整支笔来讲的话质感非常的好 那这个首先上面的一个拉丝 但是上面的拉丝吧 不知道能不能看出 它不是这样子或者这样子去拉的 它是有点斜的这样子一个拉丝纹 配上这两个一个电镀的一个塑料件嘛 相当来讲非常的高级 前后这里平头 然后再跟后面这个平头的话 有一个不错的呼应我觉得 好 那一个一样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尺寸 尺寸的话还是一样我用的 我平常用的这几支吧 好那个百利金的M800 再下来是 那这个万宝龙146 好那基本上就这两支吧 那能看到长度的话 其实笔的话他做派克做笔肯定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对于笔的一个长度把控 那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能看到笔帽笔帽 这里你看都是差不多在一条线上 那说明说他整根笔的重心的话什么的 就长度笔感的这个长度也是吗 那整支笔的一个重心的话 基本上你都不用去质疑说他的重心好不好啊 那品牌比较年轻的通常就有些这种问题就没有注意 像最典型的纳米他那纳米的那个也不是纳米吧 或者有些应该不是啊不是纳米不好意思我讲错 就是现在很多笔他都是怎么一体过就笔杆跟笔帽这里 他是一条线过那没有这个这个楼梯级吗 那其实正常要有的不然的话会显得什么 这个笔握非常小都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很多他是过度追求外观的那种一体化了 那这一点我是不太喜欢笔的话是插拔 但是手感来讲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你听一下那声音 能看到就是他不是啪一声他是有点软的 然后是啪这样子一声给他塞进去的 那整个笔的话反手感呃怎么说插拔的手感非常不错 你会感觉到有点韧性但是又有点软 不会说平常这样子像我用的这一支我平常利用的海韵的话 你能听一下这种才是正常插拔的声音吗 他这个就不会了 这个对吧清脆这个就没那么清脆了 差差别在这里那手感这个东西呃见能见智 然后再下来了我们先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 呃里面的一个细节哇这里这个拉丝吧我觉得 我相当的漂亮这种拉丝平常看直的速的看得多 但这个拉丝看起来跟这个电镀真的配合起来是很有还是有一点冲击感的 因为平常看他不是速的就很的突然那个鞋的就感觉有点特色了 那笔尖的话呃怎么讲呢也不是很意外有点小这个笔尖 那还是一样那一个我把穿帘给拉一下先对穿帘拉一下因为不然我看不到屏幕 好那个一样我们来这一个看一下那你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行那能看到整根笔的话他应该中缝是非常小的那本历头了怎么笔尖可能显细 那会显得本历这个有点大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一下中间这个鞋面 那打磨起打磨起来的话反正不会说太圆也不会说怎么讲不会说太圆 不会像M400那种就本历那么的大 好那再下来我们看一下底面 底面的话应该能看清楚的话就打磨也是非常的圆滑了那整支笔的那个定位的话 他的手感反正我印象中就控摸非常好 但是反正欧系笔的话写中文不要有太大的要求反正如果日常书写的话 我我个人认为的话就差不多就好了毕竟呃我不是链子那种了反正就是当着工具来使用 好然后我们再下来了那整支笔的话我们握持一下的时候反正就是笔握我个人觉得有点偏小 但是他的笔尖本身已经很小了其实我觉得笔尖可以再大一点 那架起来反正就是重量感也是非常的OK那 后面好像有点后面偏重但是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只要他的重心在这个位置上面都没什么大问题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新墨器那反正就是也是一个 呃我不知道派克新墨器是不是这个我还没买过他的一个就是正版的一个新墨器 反正就是整支笔来讲印象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忘了一下不要倒一下啊那个再下来反正就这种新墨器有个好处就是说你那个怎么讲呢 就是好可以就上墨非常的好上不会说有什么很难上了或者就是很尴尬的场面出现吧啊 我现在上墨好像有点进步了我觉得就是不会说经常在弄到手了这点我是非常开心 但是呢如果比我太小嘛像百利金M100那种的话比我太小 我个人上墨的话还是经常会弄到手 呃啊反正有也是有点那个不开心啊 刚刚墨水有时候谈到四处都是好那这个我墨水还是要擦一下不然的话有时候斜小不是很准 因为墨水没有擦干嘛然后一写然后就往下滴这样子 好再下来我们拿一下这个本子那本子也是一样刚刚拍完前面的视频了那我们就可以省一点时间了啊看一下啊好 那一个这里啊那波拍片我就在这里直接写吧啊好写完以后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上下的一个对比啊能看到就是说派克的一个 呃派克的这个怎么好像对对焦不清楚啊派克的这样子一个比的话就是说他出没量虽然说出没很很稳但是说比较大 哇我刚刚写吧好像是对对好像是有就是感觉他这个本子写起来那个接触面不是特别大但是写起来反正非常顺啊但是没有划没有到划了 写肯定都能写了那追求书写感受的这一支的话就相当来讲不是特别的突出毕竟价格摆在那那 如果是说要追求性价比更高的可能是说要么就走呃反正就是还是得要走高高端钢比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比呃写起来的话反正就是呃 也反馈不是特别大就是我轻轻写那真的要很轻那我重重写才能说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但总体还可以这这支笔的话呃可能是说呃 最近比较少用肝笔的那对书写感受那个不是特别敏感那这支笔给我感受就是说出没量还是偏偏大一点呃书写感受可以但写英文会 所以还是那要欧比写英文的感受会比写中文好很多相反的日比写中写英文的比起写中文的感受呃呃会差这样子就是说一个写英文好一点一个写中文好一点吧我觉得分太细也不是特别呃也不是特别好这样子好那这支笔整支笔就这样子了那最值得去夸张的肯定是他这个呃笔的这个拉丝的工艺就是说整个斜面然后跟他这个 整个比的外观设计的呼应我觉得这点是比较ok的笔尖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换了但是这支笔的笔尖本身其实也很不错了我不认为他这个尖是很差反正比谈比好啊就只能这么讲对好那个有什么那个没有讲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或者有什么问题下面可以留言给我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